字幕 李宗盛 inton 中 字幕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否很久沒見過這個場景 很久沒見過這裹的位置 我都很久沒見過這個煮食 還有這些東西 大家現在是不來 一來一來最厲害的 我們這次吃六十隻餃子 六十隻我會分三種煮法 三種煮法分別是煎 綠 蒸 三種煮法 我們先來綠的先 因為綠是最簡單的 首先我們先給點水 然後呢 這個步驟就要開火 開燈 這個時間呢 七雷已經有點重 我們就等它滾 好了 這麼快水又滾了 我們現在就攪拌一下 剛剛好二十隻 我比較喜歡 錄這些餃子用水煮 我就加點胡椒粉 我們加點胡椒粉 就 好了現在呢 就攪拌一下 好了現在呢 這些呢 就滾了 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水煮掉 搞定了 然後呢 之後呢 這個水呢 就不要浪費 我們只要 再加多點水下去 再加多點水下去 就可以變成蒸的效果 放了水下去了 那現在呢 就把這些碟放下去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要有個腳架 好 那我們又要等它了 我們第一天回來見 嘩 你好 回來啦 應該就OK的了 那就可以吃火了 吃火了 吃火了 我們就 脫掉它了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偶然 要先拿一塊布 蒸的 這一碟蒸的呢 就不是開玩笑的了 不錯的 應該 我覺得 好 之後輪到下來 就是炒 好放在這裡 然後 把剛才的水 先倒進去 好 把剛才的水 放進去 那應該要等它 燒焦了 上面沒有這個水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放些油 然後再放些餃子 下去煎 那我們 等它 燒焦了 好了 搞定了 燒焦了 然後現在放油 不用加很多的 因為這個是 不黏的鍋 所以不用加那麼多油 其實剛才蒸完之後呢 這個碟 現在這個位置是很熱的 所以要拿一塊布 噴一噴 隔著一塊布 也覺得有點熱 證明這個有多熱 麻煩我們一下 是會用工具的 鬆明的人是會用工具 然後再讓它們 嗯 好了 現在就落下了 等等它 煎到它煎到它有點焦 就可以放一些水下去 然後蓋上蓋子 焗熟 像這樣 就應該就可以了 但應該不是全部都可以的 以我這麼多種煮法來說 這種方法應該是最累的一種 好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放點水下去 讓它焗一焗 不用那麼多水 放少許水就可以了 蓋上蓋 讓水差不多蒸發了 這樣就應該可以了 我們第一陣子再見 好了 現在就搞定了 我們就開個 然後呢 嘩 好香 然後呢 就關火 大家給大家看看 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是呢 一夾起來就兩個世界了 如果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把水倒進去 然後再混進去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 我們可以在一起 好 現在就在一起 然後再混進去 那裡 有 我可以 好 齊磇 蠻好 蠻漂亮 好了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去吃一下這些 好了 看看蠻漂亮 這個分別是煎 綠 和蒸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吃吧 好 蠻漂亮 好 蠻漂亮 好 蠻漂亮 蠻漂亮 好 蠻漂亮 逐一開始 called 蠻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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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呢 今天呢 影片都差不多了 我其實在中途都拿點奶出來喝 那這段影片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看看有什麼大衛的挑戰 下面留言 我會盡量嘗試一下 那今天這個60隻餃子的大衛王挑戰 就完成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